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信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们的故事不仅激励我们前行,更让我们看到生活中那些值得珍视的美好品质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古老村庄看看那里发生的故事 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有一位叫李善的长者,他以善良和智慧闻名 年轻时,李善是一名普通的农民,但他一直坚持脚踏实地的工作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自己的路,他对待每一块田地都用心耕耘 最终成为村里最富有的农夫之一 但李善不仅仅关注自己的财富和成功,他始终心怀慈悲 对村里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伸出援手,常常捐赠粮食给贫困家庭 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他的大爱和同理心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和爱戴 李善认为,广结善元不仅让他在村里有了许多朋友和支持者 也让他在困难时总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一次,他的田地遭遇了旱灾,村民们纷纷自发地前来帮他浇水就田 这让李善非常感动 李善不仅关心村民们的生活,还经常为他们提供建议和帮助 他通过自己的经验教导年轻人如何更好地耕作 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即使面对质疑和否定 李善依然淡然自若 他扶若即贫的精神让整个村庄变得更加团结和繁荣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问李善 您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而且还赢得了这么多人的爱戴 李善微笑着回答 踏实走路,生活中谁都有难处 在别人低谷时雪中送炭,对人宽容,一生有交不完的朋友做不完的事 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一步一个脚印,坚持用心经营,心怀慈悲,大爱同理,广结善缘,普渡众生 这句话出自新加坡善计医社义务执行主席 拿杜斯李卓顺发太平绅士的著作《当下最真》 活在当下,每天分享一个小故事 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人生 我是每增一个和你很像的朋友 咱们下回聊